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政府提出的長照2.0計劃 也在全國各地積極推動巷弄長照站 像是彰化方苑鄉的新寶社區 這一天就為新據點舉行了街牌儀式 在地鄉親一辦喜事的心情來參與 眾人也期盼未來能夠注入更多的長照資源 以照顧在地的銀髮族 來 兩個趴一趴來 兩個趴一趴來 大伙接下紅布 方苑鄉新寶社區的巷弄長照站正式啟用 為了能照顧地方長者 長照2.0街頭服務幹嘛點的巷弄長照站 陸續在各地來成立 盼未來能提供更好的長照服務 來照顧在地銀髮族 未來要留那個 跟包括一些外棟 一些紀律信念都留上的因子 他們今天想來做這個外棟 這做這個地方很外棟 很有的一個地方 以後慢慢來進步 當時也會做一些外棟 一些五六 一些技能 讓我們這個巷大 這樣可以比較有的老小孩 比較靈化 不然比較年輕 高靈化社會 老人照護迫在眉睫 方苑鄉65歲人口比例更佔21% 新寶社區發展協會與縣服合作 積極建構C級巷弄長照站 提供關懷仿式幾個 向健康促進共產服務 那整個全台灣啊 我們長照的據點已經達到了140個 不斷的這個巷弄來成立 最主要就是讓這些長者能夠在地救養 在地老化 那希望這些長者都能夠走出家庭 來到這個長照站 可以讓這些長者啊 能夠遠離孤獨 遠離疾病 讓他們能夠延緩老化 延緩失能 延緩失智 目前彰化縣已有140個 C級巷弄長照站 密度可說是全國最高 縣服也表示 未來會持續來推動長照2.0政策 讓縣內銀髮族都能獲得良好的照顧 接著林軒彰化現場報導